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喀族就被分派来搬运圣所里的圣物 格顺族和拉利族就被分派扮你搬运回望 以及回望的硬件和器具的事 但在分派职责的同时 神再三地叮嘱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按着神的吩咐 在搬运圣物之前 他们要将圣所遮盖 将圣物包装好 并且在搬运圣物的过程之中 他们要做好监督搬运的工作 以符合回神对圣结的要求 以此来保护歌喀族人的圣命 提防他们因触摸圣物 善观圣所 冒犯神的圣结而死 大英姊妹 可能我们都没想过 侍奉其实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 因为神是超然和圣结的 他的圣结是不容许人轻慢的 因为这样 对于前来服侍神的人 神对他们是有要求的 就是他们需要具备圣结的本质 要达到神对圣结的标准 人是需要被神分别为圣 人要以敬畏神的心 按住神的吩咐而行 透过遵行神的吩咐 来显出他们内里的圣结 否则 他们只会被视为 是冒犯神的圣结威严 而招致死亡 虽然今天 我们已经是一帮 梦神私恩拯救 被分别为圣的群体 我们藉着耶稣基督 可以自由地 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和服侍神 这个本身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但我们不要忘记 神对侍奉者的要求 你们要圣结 因为我是圣结的 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 所以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对于侍奉者都有相同的教导 人若自杰 脱离悲情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结合乎主用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一帮乐意 伟生参与侍奉 以及乐意发挥恩赐 来服侍神的群体 但在中心服侍之余 我们都需要以敬畏神的心 按住神的教导 努力追求圣结 这样我们的侍奉 才能够讨主的喜悦 另外 在晓语的内容里面 神多次地提到 阿伦和他的儿子 以及阿伦的儿子 祝福他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和领导的职责 以确保回眸的圣结 回眸能够顺利搬运 以及教导利美人 按神的吩咐而行 防止他们犯罪得罪神 由此可见 他们的职责 比起利美三族是更重大的 所以 今天作为教会的领袖 我们更加需要谨慎自杰 活出圣结的生命 并且教导弟兄姊妹 敬畏神 和圣结的重要性 当各人 在主里面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样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圣结的群体 能够为主所用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超然和圣结的 感谢你拯救我们 将我们分别为圣 并且呼召我们起来服侍你 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感谢你 藉着今天的经文 提醒我们圣结的重要性 求你的灵 时刻 提醒我们 督称我们 要努力追求圣结 活出圣结的生命 以敬畏你的心 来服侍主你 以致我们的服侍 能够更合乎你的心意 能够与你同工同行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